由美方邦所主办的2019第四届地产武林大会 于近日在南加州钻石巴士社区中心召开 本次活动有数百地产经纪人 以及地产界数位元老级专家齐聚一堂 分享南加州地产行业的真知灼见和发展趋势 本届大会的主题横跨民宅和商业地产两个领域 主讲嘉宾为与会者提供了自己从业多年的经验与知识 今年的话题有新经纪人如何扫走弯路 买卖高端房地产的经纪人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如何深挖商业地产客户群体等 每年我们都会根据当年的情况 对我们大会的内容做调整 像今年我们就增加了商业地产的板块 让大家能够除了自己的民宅这一块 能够学习到商业地产的相应知识 来适应这个市场的变化 Phil还表示美方邦经过五年的发展 公司已经退出了一系列产品 从线上社交媒体营销APP 微信专属传播平台 到包含五银大会在内的线下营销产品 如看房团 房屋授钱装饰 房产广告拍摄的一整套 O2O地产营销生态系统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分几档 从商业的新房建案的 再从民宅listing agent怎么去分享 获取更多的listing buyer agent如何分享 获取更多的买家 甚至维护好现有的买家 让自己的买家有一个升华 据介绍本次活动的主旨就是分享 让地产经纪人能够从地产成就最高的 华人地产领袖人物身上 学习到宝贵经验 让华人地产界的业务水平得到整体提升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